细菌真的没有智慧吗 小小的年菌用实力告诉你 你可能还没有一个单细胞生物聪明 2000年 日本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 他们把年菌放在一个迷宫中 而迷宫的终点放着年菌最喜欢的食物 他们想试试年菌能不能找到终点的食物 结果是 无论重复多少次 无论多么复杂的迷宫 年菌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 选出那条消耗体力最少 就能获得食物的路线 这个研究还获得了2008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而获奖的理由是发现了单细胞生物的意识 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 2004年研究人员拓展了实验方式 他们把食物按照日本的地铁站分布 结果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年菌只用了26个小时 就画出了几乎和现实中一模一样的日本铁路系统 在有些地方 年菌的设计甚至比人类工程师还要优秀 而这正是年菌厉害的地方 他们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 所要找寻的不只是最短的线路 还有最优的方案 这个研究再次让他们获得了2010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理由是发现了单细胞生物比人类更会规划交通 这些没有大脑也没有神经的年菌 却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智慧 也许这就是打开未来人工智能大门的一把样式